保龄茶室餐点到底有什么毒 酿成两死五命为 卫福部召开专家会议研判事故原因 由于中毒案受害者 集中在3月19到23号 全都吃了炒果条 怀疑和米酵菌酸脱不了关系 大概比较不偏向是第一类的微生物的 这一个东西看起来 引起来的这一个症状的过程 是比较类似的 卫福部专家列出三大酿货源头 包括微生物像是诺罗病毒等等 这是最常见的食物中毒种类 再来是内生性毒素 也就是毒素出自食材 而外来毒素代表人为加入 目前卫福部并未排除人为 但目前所有线索都指向疑似米酵菌酸 简体字写着台湾知名素食馆独餐 大马当地媒体大篇幅报导 毕竟保龄茶室创办人来自马来西亚 料理也主打马国素食餐点引发关注 加上当地霹雳州 曾发生骇人听闻的老鼠粉中毒案 1988年10月 一名老妇和13个小朋友 因为吃了数名小吃老鼠粉 也就是类似台湾的米苔木 结果呕吐抽筋拉肚子 14人通通中毒不治 加上2020年 中国也发生黑龙江 一家12口九死悲剧 都和卫福部高度怀疑的米酵菌酸 有许多相似处 这种目前上医学上是无解 因为你就算用叶克膜也救不回来 而细胞是完全缺氧而死的状态 然后肝肾细胞因为耗氧量大 会第一个先受害 米酵菌酸带来的死亡率很高 我们的医学资料说死亡率大概四成以上 而且比较麻烦是米酵菌酸 目前并没有解毒剂可以用 民医陆续提出担忧 除了希望民众好好保存食物 也判这起重大食物中毒案件真相 早日水落石出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台北报导